开法会他在说法 释迦牟尼佛说了一个事情 他说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父王 这个父王他娶了四个妻子 就是老婆 第一个老婆是伶俐可爱 寸步不离整天的陪着他 第二个老婆是抢来的 赚来的所以长得很漂亮 第三个老婆沉溺于生活的琐事当中 让他过着安定的生活 第四个老婆工作勤奋东奔西忙 根本是他自己的丈夫 使这个父王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 有一次这个父王要出远门 他就问了你们四个人 有谁愿意陪我去出远门呢 第一个太太就说了 你自己去吧 我才不陪你的 第二个太太说了 我是被你抢来的 我本来就不愿意当你的老婆 第三个老婆说 尽管我是你的老婆 我不愿意受风餐露树的可怕的生活 我不愿意去 只有第四个老婆说了 既然我是你的老婆 你走到哪里 我就会跟到哪里 结果商人就带着第四位太太 开始了她的旅行 释迦牟尼佛说到这里 停顿了一下 她说各位 这位商人就是你们自己 我所说的第一位老婆 是指的 是你们的肉身 因为肉身死后会跟我们分开 佛陀接着又说 第二个老婆 我指的是你们拥有的财产 因为这些财产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第三个老婆 我指的是你们现实中的妻子 因为活着的时候 两个人相依为命 死后要分道扬镳 只有第四个老婆 那才是我们自己的为命 就是我们的本性 因为人们时常忘记了我们自己的本性的存在 而带满了自信 但自信却永远地陪伴着我们 希望每一个人 拾起我们的自信 抓住我们的本性 找回我们的佛性 找回我们的佛性 感谢您的佛性